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美克拉美钻石公司 这些都是我的同事 也许很快就要变成前同事 没错 他们就是我那本小说 《我叫好聪明》里的原型 美玲 一个以减肥为终身事业的胖女孩 即使每天都有着惊人的嘴部运动量 她的体重还是从100斤减到了120斤 又从120斤减到了180斤 赵溪川 一个没有女孩眷顾的大龄单身男青年 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其实他们都暗恋我 我觉得那个女孩喜欢我 你不懂 我能读懂她的背影 进来 都是我的错呀 对不住 对不住 你跟郑文好好说一说吗 哎呀 这他呢 段毅斌 长相着急的坑爹大叔 据说他15岁的时候就长得像40岁 20岁时还是长得像40岁 现在到了30岁还是40岁的样子 嗯 或许他到40岁的时候 就能赶上正常人的水平 因为着急 所以在意 段大叔平生经历都花在对个人形象的打理上 年轻没年轻倒是没看出什么效果来 但兴趣向是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老孙命 到 刚才郑保珠助理给我打电话 搞砸了一切还有脸回来 经理 我告诉你 你完了 这三个月来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今天我必须把你温室送走 我要再让你回来 我他们就是条狗 喂 郑总 好的 我马上过去 我马上过去 我现在就去跟总经理请罪 在我回来之前 离人弄去 滚蛋 不想再见到你 毕业两年来 我应聘过各行各业共计无数份工作 美克拉美的珠宝设计师 是我唯一干满了三个月的工作 你 你坐吧 有件事是关于下个季度新款珠宝的设计 看看你们设计部门有什么意见 咱们探讨一下 好 好 迟梦以为找了个这样的女人来气我 我就看不出来啊 前段时间冷着你 这次又花五千万高价拍下陨石戒指 难道就是为了在舞会上捉弄你 我倒觉得 她还是喜欢你的 什么意思啊 大小姐 你是不是傻呀 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 你会花那么大心思去捉弄她吗 嗯 所以她其实并不是真正地讨厌我 总之 前男友 前女友 本来就是一段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 两千多年前的古老陨石钻戒重现排卖会 并以五千万天价被陨石戒指的原主 池氏集团拍回 据了解 这颗陨石钻戒之所以拍出如此高价 是因为竞拍当天 正式集团和池氏集团之间的恶性竞价 现在各大媒体都在报道 咱们拍下的天价陨石 关于这颗陨石戒指 你也在场吗 宋总助当时你也在场吧 我想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你来说 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这枚戒指 确实是池总您亲自拍下的没错 池总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情景 是他 是他 我想 可能是阴血后遗症 那我丢了的这块手表 也是阴血症 你罗伯发 宋总 还有事吗 那个 最近 姨妈有点担心 怕您工作压力大 说 是不是该找个女人照顾照顾你了 这个事 你帮我办 我来安排 之前 相亲不都是你帮我办的吗 就按照以前的标准 再帮我办一次 我看姨妈的意思 她挺喜欢挣宝珠的 你知道 我谁都可以去 唯独不可以去挣宝珠 没事 你出去 小主从来荣姿秀美 俏丽非凡 近日因诸事繁杂 身子不适 略显容颜憔悴 奴才承蒙小主恩泽多年 眉眉思之 倍感惆怅 侍逢黄阿娘刚刚从西域 运来上等之辛辣食材 奴才思心想着 要是小主用来 定是极好的 不知小主意向如何 那个 中午吃炸酱面就算吧 别闹了 本宫今天没心情 怎么了这是 不就丢了工作吗 世界末日了 真的跟世界末日差不多了 好不容易吧 邂逅了我的天菜 可是它就这样消失 在了茫茫人海之中 好不容易 我喜欢的工作 终于要过试用期了 偏偏出了郑宝珠这么个奇葩 等会儿 这工作咱先不提 天菜 什么鬼啊 天菜 天菜 天生是我的菜 只可惜是昨天晚上邂逅的 来去匆匆 摇无影踪 只给我留下这么一块表 赌物四人 等会儿 这表 我可 别看 虽然我好聪明 职场失忆 说不定情场得意呢 这是我男神送给我的表 万一给你看话 排得起吗你 虽然我遭受了如此多的打击 但是我还是一个坚定的乐天派 这就对了嘛 就像那茶壶一样 你看人家屁股都烧红了 嘴上不还吹着口哨呢 韩逸 老爷 去年我被甩的时候 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别提这些了 咱们都哥们儿嘛 上个月我生病的时候 也是你陪在我的身边 应该的 应该的 现在我无依无靠了 还是你陪在我的身边 不是 聪 聪明 你这是在向我表白吗 其实我这个人挺 挺多毛病的 我就是想说 你头发的是不是个脏麻精啊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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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了 恭喜我什么 我都已经要辞职了 从今天开始 你已经通过了我们美克拉美的试用期 现在 你将光荣地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 鼓掌 但是我没明白 我怎么就过了试用期啊 我不是已经搞砸了一切 而且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难道我看了一下 设计的东西啊 我问你 这个设计稿是谁啊 郑总 都是我的错 我就不该给他张下来 都是我的错 那确实是你的错 你身为设计部门的经理 为什么要及时把他提拔出来呢 这是我见到的 今年最具浪漫情怀的设计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你把他叫来 我当面跟他亲自谈一下 我要再让你回来 我他们就是条狗 怎么了 我 我立刻就把他给叫回来 我立刻就去 原来是这样啊 赶金鱼现在在哪里啊 怎么样 那边怎么说 美克拉美 请了新的设计师 他们放弃了跟咱们的合作 是吗 那请的新设计师是谁呢 一个菜鸟 他们的一个实习设计师 您见过就是那个好聪明 这是我通过他们的内部渠道 得到的设计稿 他设计的天籁陨石系列 据说深得美克拉美高层的喜欢 好聪明 郑上姐 美克拉美 对 我是美克拉美设计部的好聪明 欢迎 欢迎 郑上姐 你还记得我吗 你别说我 快 郑上姐 你没事吧 我好聪明 快 又是哪个好聪明 你把这个设计图 交给新盛珠宝公司 怎么做不用我交吧 反正我要好聪明三天之内滚出美克拉美 是 只要他离开了美克拉美 相信过不了多久啊 美克拉美一定会回来求您的 难道我稀罕吗 想请我去做首席设计师的多的事 滚 喂 美琳 聪明啊 大事不好了 你现在千万千万别来公司 段达帅哥今天早上收到一封律师函 说咱们公司新产品 涉嫌抄袭 什么 涉嫌抄袭 我辛苦了那么多天才出来的成果 是谁两片嘴唇一碰就给我收成了抄袭啊 这是一家新上市的珠宝设计公司 他们不但设计概念跟咱们公司一样 就连设计稿都一模一样 那我现在就去找段一斌 这事情哪有你想得那么简单啊 段达帅哥气的 都更年轻提前发作了 你要是现在来啊 就等着被他的怒火打成筛子吧 接 硬直好痛 你们这样子吗 男的导温好聪明 说我抄袭 我自己找他们去 聪明 新生公司幕后的大老板就在这个会所 三十岁上下 身高一米八左右 线条很好 他今天穿的是经典英式剪裁 灰色西装 白衬衫看不出品牌 短发书得很整齐 还戴着墨镜 OK 有照片吗 有 好像有点眼熟 等等 总之 人已经帮你找到了 你好自为之吧 我 好吧 小姐您好 请问您预约了吗 我 我找人 我们这是私人会所 只对会员开放 而且呢 今天有客人包场 实在抱歉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招聘启事我记得 我是来应聘的 应聘 你 怎么 不是应聘吗 你有相关的经历吗 我啊 毕业之后因为帮朋友的忙 在社外酒店做过服务员 接受过茶道培训 之后因为兴趣在咖啡厅做过调酒师 再之后在创意咖啡厅做过经理助理 行吗 听起来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好 这样吧 你去填一张入职的申请票 好吧 好 好 跟我来 让你久等了 怎么 看见我很勉强吗 今天我是特意为你来的 你不用打了 五分钟之前 你的相亲对象已经走了 像他这种 细腻承受能力极差的女孩 根本不适合你 是 你是 我是迟墨的女朋友 女朋友 据我所知 迟墨似乎并没有女朋友 那你总该听说多年前 唯一的一个前女友吧 那又怎样 前任和现任能相提并论吗 这么说 你是想自不量力地跟我竞争咯 自不量力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郑宝珠 郑氏集团的未来接班人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 但看你的样子 很明显你的学历不如我 容貌不如我 财力也不如我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抢男人呢 离开他 一百万就是你的了 有钱了不起啊 两百万 两百万够吗 像你这种样子 两百万应该不是个小数目吧 我想告诉你的是 别妄想高攀持世 这个世界上 有钱人才能忠诚眷属的 是 看来你的条件还真是不错啊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尽快给你答复 好吧 这个 是你是做出来的 不是商量出来的 我这个人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 能干 我免费给你们试用 今天就试用 好好好 行 怀疑你加入 好好好 迟墨 我们和好吧 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郑小姐 我们今天不适合他命 迟墨 迟墨 你站住 我只想问你 你为什么不接受我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我知道你没有 我调查过你 自从我们分手之后 你根本没有找过新的女朋友 你还是爱我的 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呢 迟墨 你为什么不肯烟 741 стар片 自身 十毫 会 2 4 因 你KY 等等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乍一看很眼熟 身高符合 灰色西装也符合 白色翠衫也符合 戴墨镜也符合 难道他就是我 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没想到我好聪明 运气这么好 就是他了 越看越觉得这个人 好眼熟啊 这应该就是新盛公司幕后老板 这位先生您好 我是美开拉美钻石商场的设计师 郝聪明 你放心 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 我只是 这位小姐 这位小姐 我已经随着我进洗手间 意图不轨 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 还真是 拜托您 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下 小姐 请跟我们走一趟 十大爷 我没有抄袭 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 等等 原来是你 看来你不只是个败金 还是个小偷 对不起 池先生 都是我的疏忽 这件事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人穷不怕 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 没有原则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小偷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块表 你是怎么拿到的 这块表是我男生送给我的 那我请好小姐 打电话给你那位男生 请她过来 证明你是清白的 糟了 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 怎么就没有想到 留个联系方式呢